民间政界可以体现台湾文化的社和精神 哪有清久的文化意义 正是代表本土文化的重要标志 其极到八十一位优秀的政界书 品质精灵的白宫风华侏罗献议典篮 这次起到百合 在家计官每年在书冠军中中町中 文化部重要传统艺术保存者 属于林甘国部总共两位 王磊瑟 西亿 刹得台 着花 该官第一次与其文化中得主两位 幽文台 投机 以及王文字 得机 台湾工业只加十五位 管制工业保存者十位 81位参丁艺术作品《工法》都完整地 非常有欣赏以及丁重的隔断 管制工业今天由高级出家大叔 杜南 亲自开港 联听作品背后的意涵 那所以这些艺术家跟工匠 这个艺术基本上就迷足珍贵 因为现在这种工夫的人越来越少了 那今天举办这样的一个展览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传统的这些 做孩子就开始学工夫的这些人 那他们的创作 那基本上都是时间累积出来的 那所以我想看那些东西 举看机械做出来的东西 绝对不同 那它有人的手感在里面 也有人文精神在里面 我们希望大家在美丽美术馆 把握时间 那赶快来欣赏 那我们这些很多样的 这些艺术家 跟工艺师所装作出来的作品 我只能说传统感觉团形不简单 虽然没人好接下去 但是坚持创作道路的台湾国保际台书 坚持旁出最好的作品展览 真心特地敬佩 时代进步越多方便的科技文社 创作手法越多万化 创作举行和体现传统技术 难以处断的沉默 不因为时间比方没记得 这些作品就合人的手感 人文风景 欢迎大家来评论 声音宣传来行 副主持彩虹布登 在整个嘉义线的农产品的行销上 我们就创立嘉义优先这个品牌 那这个品牌就是要帮嘉义线的农产品 穿一件衣服 让消费者都能够看到 哇 这个是嘉义的农产品 有品牌就有责任 我们从食安的检验 包括设立标准 在这样的一个标准底下 我们才给你嘉义优先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贴旨 给你认证 不管是在网路的电商平台 或者是在电视 或者是到跟台北的超市合作 或者到国道去做专柜的设立 或者到教会都市里面 直接去摆摊 或者在县政府前面 嘉义有好市集 我们希望透过这种多元网络的关系 直接跟消费者对话 这个品牌变成未来嘉义县政府 跟所谓的消费者 直接对话跟密码 那我想这对嘉义的农产品 未来的销路跟未来的发展 绝对是非常好的 如果真的只靠我们的话 我们真的很难做出品牌 那嘉义又先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归属感 像我们这样的小农有更多的机会 在不同的管道去卖我们的生产的水果这样